所以很多 然后就楼上派了很多灵魂来 从科技的层面 政治的层面 娱乐的层面 商业层面 就派下各种高层次的人 包含灵性的层面也是 那让大家能够从 一个较低的状态进展到黄金世纪 那么过往的黑铁时代太可怕了 落落强识 物竞天择 然后比较利益 自我中心 这是黑铁时代的故事 那人类楼上收不了 然后人类一直在哀嚎着 因为不想在 我过得太痛苦了 真的太痛苦了 哦对以前那个战争也很久欸 就是以前一直蒙打仗啊 中国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各种入侵 可是可能别的星球 例如说打了一次世界大战 他们就要进化 就说我们不要打仗 我们应该爱与和平 我们更好更好 他们就进化了 然后我们想说第一次打不过 再打一次 哈哈哈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们还不过瘾 哈哈哈 多不瘾地 明天再更多多 明天也马多得瘾 后天再多 明天都不瘦都跟他